大家好 如果我广东话讲得ok的话 给大家开玩笑 因为正好昨天有一个小伙伴在我视频下面留言说 我的讲话很多用语都是和广东话是通的 或者用的都是广东话那种用语 我还挺惊讶的 因为我平时我从来 我平时不说广东话 我会我其实广东话 我会说一点主要其实也是以前从一些港剧那边学来的 包括以前打工的时候老板的话正好也是广东人 然后我大概所以很多广东话的话 其实我都是能听懂的 只要稍微相对说比较标准的 谚语少一点的话 我基本上都是能听懂 然后说的话 我要硬挤的话也能挤出就我视频前面那一段对吗 试一下看一下怎么样 然后正好的话都让大家点赞转发 然后加上订阅对吗 因为以前我基本上从来不说 然后今天正好的话 用广东话来说想要不单单可以达到了这个目的 而且还可以 也许大家觉得我说的OK的话也许还能招到一批 说广东话的一些小伙伴对吗 我觉得一之两得 好吧 然后回到今天的股市今天 我我那个心中那颗邪恶的一个幸福感又有一点萌生了 然后因为今天今天的走势基本上是和昨天一样的 反而我觉得今天的话比昨天的话更加过分 因为今天的话很多大盘股都是跌的比较厉害 今天是比较明显的 不管是标普500也好或者说纳兹达克也好 今天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回调 然后包括科技板块的话今天也是比较 调整的话也是比较多大家可以看 XLK的话是一个科技板块的一个 追踪指数你可以看到 所有板块里面的话今天科技板块调整幅度是最大的 然后说一下我今天 购买我今天 建仓的一只股票Facebook 为什么建仓Facebook我我其实在视频里面和大家聊过很多次然后我看到今天正好跌下来 正好大家好我可以带大家看一下技术面然后正好跌到他一个下通道的一个 我以前和大家分享过366这个点我加仓的话是加我建仓的话是建在365 但是没差不过今天跌完之后的我看他收盘是说在34也是363差不多也是365左右吧 这个收盘价的话可能要 刚刚走出那个下通道沿的话稍微出来一点点 看他看他接下去一个星期的一个走是吧如果就是往下跌的比较厉害的话我会选择加仓了不然的话我就不动了 好吧这是我为什么会选择建仓Facebook我已经我其实我说过很多次了就是布局他们的VR 然后 今天 今天我记得我觉得应该很少有人会跑赢ARKK吧你看一下A10的ARKK这个走 这说明什么问题 这说明 啊 ARK基本上其实被做空是做空的非常非常厉害的 并不是说并不是说今天一天的走是什么中小盘古的一个春天就来了 我不觉得有任何的一些起码 从到今天为止的话我不觉得有任何的一个消息面可以支持说 中小盘古的一个春天有来了 我反而是觉得就是因为今天四无日的一个原因前段时间 你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个机具的被做空的一个力量的话 今天相对来说是得到了一定的一个释放 所以今天基本上的话ARKK是走的非常非常好的 如果有小伙伴什么今天跑非常明显的跑赢ARKK的话 那我个人觉得 可能可能承担的一个风险相对来说比较高 当然了这每个人的风险程度不一样 但我只是觉得如果今天还能跑赢ARKK的话 那说明很多一些自己的很多一些重仓库的话可能都是集中在中小盘古之内的 好吧我觉得这个风险的话是大家需要考虑一下的 然后今天就直接颁奖了 今天颁奖肯定是颁给stamp 我前面找了半天我终于找到他了 非常小的一个方块大家能看到 在这边在 他是在科技板块 在他在科技板块软件这一块 而且是在infrastructure 啊在基建那一块 我们今天的话涨了9.27 其实正好昨天也有个小伙伴让我聊一下stamp 然后前两天其实也有小伙伴写邮件给我 然后写了非常大的一篇 聊了一下stamp的一个基本面 然后待会的话我和大家稍微看一下stamp的一个技术面和基本面的话我稍微聊一下 好吗 然后先来看两条和疫情有关的一些消息吧 今天的话美国的fda的话 他们那个顾问小组的话是进行了投票 然后投了反对票反对什么 他们反对 16岁及以上的人群的话使用第三针的一个辉瑞的一个疫苗 我觉得这个提议还挺奇怪的 因为这个提议的话 他是针对16岁及以上 但是你可以看到全世界开始注射第三针的 以色列的话他也是针对一些 相对来说免疫力比较弱的一些人 我们说的一个vulnerable group 那么但是这一次美国的话直接就把16岁以上的人全部放到这个提议里面 基本上我觉得不通过的话 我16比2的一个数字不通过 或者一个投票不通过 我觉得还是比较正常的 因为一些小组成员的话觉得 虽然他们认为老年人或者其他 更易受伤害的群体可能需要接受第三级 但对于年轻人来说的话这个需求其实并没有那么的一个紧迫 并且可能带来其他的一些医疗风险 所以 否定这一个提议的话我觉得是比较正常的 非常有可能的话 肯定是先从老年人和那些有疾病的那些 就平时的话有一些疾病的或者易受害 那些群体的话先开始注射疫苗 好吗 然后来带大家看一个图 这个图的话是 以色列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数据 你可以看到这是FDA的一个美国FDA的一个Document 然后是 是9月17号的他们的一个 数据 这边的数据的话是这两条曲线 他们是不是新增啊 他们是新增的一个 重整的一个新增 这边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大家可以看到 首先这条绿色的线 绿色的线是会注射疫苗的 然后 从这条虚线之后的话 绿色的线的话就包括那些注射 注射第三针的 然后白黑色这条线的话是没有注射疫苗的 首先非常有意思的 你可以看到 在这一段时间 你可以看到起码从7月15号 一直到8月14号 这一段时间 一个月的时间的话 新增的重整人数的话 注射疫苗的人反而比未注射疫苗的人要多 其实我觉得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这其实说明 疫苗的一个有效期间的话 可能真的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长 那么这才是说明 因为到可能到7月份到8月份这段时间的话 离第2层注射疫苗的很多人 在以色列的很多人的话 其实就已经过了6个月甚至6个月以上了 所以 你可以看到有非常明显的那些重整人数的话 大家都是偏多 而且你并不出 你完全得不出一个结论说 从重整人数的一个角度来说的话 疫苗是可以 帮助人们去避免重整的 完全得不出这个结论 但是 自从注入第3针之后的话 你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 绿色这边的要曲线开始往下 这说明什么问题 这就说明 在第3针在注射之后的话 疫苗就可以非常明显的帮助人们 去避免一个重整人数了 或者说出现重整的一种情况 那所以我觉得这张图 给了起码给了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 第1个信息就是 疫苗的话其实是可以帮助人们去避免出现 重整的一种情况的 这是第1条 这是第1个信息 这就从这边注入第3针之后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个数据明显就能体现出来了 然后其他的美国的 其他各国的数据都可以证明这个观点 所以 疫苗是肯定是有用的 但是第2个信息的话就是疫苗的话 这个有效期的话一定是在那边的 就一定不是一针 一定不是一针永逸 或者没注射完两针的话 就完全可以 不用注射 就是我前面前段时间我的观点就是我觉得接下去非常有可能 第3针第4针第5针就一直持续这么持续下去 就以后的话可能就和 每年打感冒的那些疫苗的话可能就差不多了 好吧就直到有一天我觉得病病毒的一个变异的话可能对我们没有那么大的一个伤害或者他的一个传染率 传染性的话没有那么的强 那可能这个疫情的话才会慢慢的慢慢的过去 不然的话我觉得第3针第4针 第5第6针的话都是会慢慢的到来的 好吧 然后看一下这条第2条新闻 这条新闻其实非常有意思 有意思在哪 就野村啊是一家量化基金公司 然后他们那个量化研究显示 高管就是每个公司的一个高管 企业的高管 高管在业绩电话会议上使用最复杂的一个措辞的公司的话 他们产生的回报较低 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知道就财报会议里 他们这家公司的话就野村这家公司的话 他们把 很所有他 1000家我觉得他们是把1000家上市公司 他们所有的一个财报 会议全部下载下载之后他们通通过 从管理层的一个言语的或者语言的一个分析的一个表达 然后去试着找出背后的一个规律 他们找出什么规律呢如果对于那些 使用非常复杂或者言措辞的话非常复杂就说出说出来电话会议里面说的东西我们都听不懂的话 对于那一类公司的话他们的回报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 其实这背后的一个含义是什么 这背后的一个含义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能听财报会议的时候 这就是我说听财报会议其实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能够感觉 很多时候这真的就是一个感觉 就像我们在面试别人或者我们在被面试的时候 你就是要找到那一个我说的一个化学反应 如果没有那个化学反应或者 听完之后我们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疑惑 非常非常confused的话 那就说明这个管理层可能是有问题的 那背后反应着可能就是两点 第一点基本面可能就是有问题 第二点的话就是他们的执行力是可能真的有问题的 对吧因为很多时候管理层会使用复杂的语言是什么 是他们用非常简单的语言来回答你这个问题 或者我们说的个dancing around 对吧就问你这一个问题 而且你不就很多管理很多时候管理层不去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回答 所以他们选择的这种回答方式的话就是绕了这个问题一直在绕圈圈绕圈绕圈绕 绕到最后的话 你如果你非常清楚你问的是什么的话你会非常的清楚知道他们其实根本就没有回答你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 然后野村电话基金公司的话这家公司就试着去从他说 随着语言分析技术的一个进步的话大数据现在也可以让我们开始处理单词了 然后事实证明的话他非常非常有用 大家看一张图就知道了这张图的话是7年以来的回报 从14年1月份一直到2021年的一个1月份 然后灰色这条线的话是罗素1000罗素1000的话都是大市值的那些公司 然后 呃橘色这条线的话就是那些公司的就是那些就是那些公司的管理层使用非常非常复杂的一种言语就是我们说的一个complex language 然后这一类公司的话你可以看到他的一个回报的话明显比蓝色这条线的话回报要差 蓝色这条线什么蓝色这条线的话是那些公司的一个管理层使用非常简单的一个语言在他们财报会议上 说实话 这让我还是挺惊讶的如果他们真的能够找到因为量化就很多量化基金公司都是这样的他对后背后都是一些数学模型数学模型的话最重要的就是一个 啊我们说的一个predictive variable就是一个找到一个预测性非常非常强的一个变量 那么从他们的一个结果来看的话如果这个变量的预测性真的那么强的话那我觉得真的是他们挖上挖到黄金一样了 因为你可以看到他年化的一个收入七年以来年化的一个收入的话 这一类公司蓝色这一类的公司和橘色这类的公司的话年化收益已经要差到6% 每年的年化收益差百分之六这是非常非常大的好吗 然后我们快速看一下恐慌贪婪指数现在的话是在恐慌3333的话 不是非常非常低但是其实也算是比较低但是你可以看到 垃圾在33里面的话垃圾债券仍然是极度的一个贪婪然后 然后除了垃圾债券以外其他的全是红的其他的全是在恐慌和极度恐慌之间特别是在和股市有关的这三个指数的话 你可以看到全部是极度恐慌这个Portico option的话现在也是变成极度恐慌 基本上我说这一个这一类的话Portico option的话 他基本上就是完全是和VIX是是同步的就基本上基本上就是大盘下跌 VIX上升然后Portico option的这个比例的话也会上升的 因为很多很多人也许会用来对冲但是很多人的话确实是最确实是只要使出一跌他们就恐慌 一恐慌的话他们就会去买一些Port 好吧然后其实我们回过头从这几个每一次的一个Portico ratio Portico option的这个一个Ratio去看的话每一次他达到一个高点的话 基本上都是一个基本上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买点 所以这其实印证了一个非常好 今年以来就今年以来的话你看到基本上起码有一年过去的一年一个一次两次三次 四次五次起码有五次非常好的一个买点 这就非常好的去印证了在短时间之内也是一样的当整个市场在恐慌的时候才是我们应该贪婪的时候 好吧 然后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就这边一个momentum market momentum的话现在也开始进入恐慌了这一个market momentum的话前段时间其实一直是在 相对来说是比较乐观的或者比较他相对来说是比较贪婪的那种情况下的或者是neutral或者中心或者是贪婪 但是这两天的话包括今天在一跌完的话今天大凡科技管smp跌了百分之一其实从这这几段这段时间来的话算是不小了 所以这一个momentum的话整个市场的一个momentum现在也进入fear了然后当他如果这个也进入但如果下星期再开始跌两天 他也并如他也进入一个极度恐慌的话 那就是整个市场的话就基本上会进入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买点了 好吧 然后我想快速的说一下jumia我就非常快速说首先这是jumia二季度的一个财报 先说一下他们财报的话 增长了就他们营收的一个增长的话是负的就营收是负增长比上年童年是负增长但是他们的一个营收你从他那个盈利角度gross profit来说的话 相当是比上一年增加了但是这个增加的幅度的话其实非常非常小就是百分之4.4 最重要的是 jumia在上一年起码是两三过去的两到三个财报里面的话他们给整个市场的一个讯息 就是说我们现在并不是注重我们的一个增长我们现在是在证明我们这一个商业模型的商 这种商业模式的话是可以赚钱的所以他们注重在profitability上面 那我以前分享过我说这其实是非常奇怪的因为在对于一家成长型公司来说的话 我们最应该注重的其实是一个增长但是他既然选择不选择增长而去选择包括业务之间那些调整的吗而去选择进行profit 而去把focus或者把关注点放在盈利能力上的话非常有可能是受到了 股东的一个压力 他最大的一个股东是谁 我觉得非常有可能是受到的一个压力 然后非常奇怪的是 他们在二季度的一个财报里面的话他们又开始什么又开始增加他们的一个 营销的一个费用了你可以看到他们这边的一个sales and advertising或者sales and marketing的话这个expense的话 比上年的一个同期增长的话是增长了一倍多 但是他们的一个top line或者他们的一个营收的话你看他那个gmv的话其实比仍然是比上年要小的 所以 这家公司我觉得挺奇怪的这不特策略的话不断在变因为我没有听过他们的财报会也就 如果还有手里还有这一家公司的话我觉得我建议大家其实可以去听一下他们的财报会因为我觉得 管理层的话是必须要给出来一点 建议或者一点意见或者他们的想法 在他们一个指引里面的话他们也没有说在对对于接下去对于接下今年对于接下去两个季度的一个指引也没有完全没有给任何的一个指引 那所以我总结来说的话 我觉得整个市场的话其实对于局米啊相对来说我觉得是比较宽容的因为你去看 从他们的一个 营收的一个角度来看或者说从他们的一个 啊估值的一个角度去看的话市场是对他们比较宽容的 因为以他这种负增长啊 以他这种负增长的角度来看的话他的一个ps绝对不止现在这一个就 有他的估值你去看他估值他ps ratio的话绝对不应该到现在这个ps ratio的 啊所以我觉得近期起码我觉得在接下去的 可能两到三年之内吧我觉得这类公司如果大家选择投资的话一定要有非常大的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耐心 这也是为什么我把局米啊从我 以前和大家聊的18支个股里面的话给拿下来因为我我 意识到这一支个股的一个时间成本或者一个耐心的会需要一个耐心的话可能不是一般的一些小伙伴能够承受的 对吧就我觉得就电商这一类的话你知道他是一定会成功的就 太好太多例子中国电商的例子美国亚马逊的例子然后se有 东南亚的话有se的一个例子然后南美的话有莫卡的一个例子 好很多活生的例子都摆在大家面前 对吧然后非洲现在的话可能由于一些天时地利人和政治 包括一些基建的一些问题的话可能现在的一个电商并没并不能非常好的一个扩展出来 那么但是说不定在未来的哪一天的话他们一个季度的一个增长的话就说不定就突然就增加了 然后就开始一个进入一个成长的模式我觉得这一类公司的话如果要选择投资的话那必须要有像 起码有要有像要有像北里给付这种的事情他们那个投资区间都是才是真正的一个五到十年的一种投资区间 好吗 然后就来看个股今天的话就就说两只个股先来说一下facebook就今天这个其实是我在我忘了就我看一下9月9号9月8号那个时候更新的吧 然后我说如果说他这边一个区间的话这个通道的话是非常非常明确的一个通道 我说如果说他跌到这个通道下面来的话可能在366左右的话我就会选择建仓facebook建仓的一个 从基本的那个角度我说的非常清楚我去布局facebook最大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那个VR 我觉得以后VR如果能发展的话 一定是先从硬件开始从硬件开始的话一定是先从facebook开始因为我觉得 他们是有这个优势在那边的 好吗 今天收盘的话收在365的感觉上的话你明不知道下个星期他能走成什么样如果下行基础就往下跌的话 facebook这类公司的话 我加仓的一个区间的话可能就会从现在的一个价格往下跌个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我就会选择下那不像一些 小盘股你说你可以选择每每百分每跌百分之十五每跌百分之十你去加个仓 facebook不可能的facebook要跌百分之二十的话 天都要塌下来了 好吗 然后最后的话来看一下stemstem的话 现在的一个走势就我稍微对他更新了一下现在这一个走势的话 比较有可能像按照这种量这种这种拉的一种这这种日k线的一个 上涨的一个幅度来看的话现在其实比较有可能是在走一个三浪的一个走势就这边是一浪到这边 二浪就一浪到这边然后二浪到这个位置结束然后进行三四五的一个走势 比较有可能会走成这样然后因为 这个二浪结束的一个点的话差不多是在这个一浪上去回调一个 百分之七十八点六在二十二块钱左右 好吧然后现在这两这两天的一个走势的话其实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拉伸的一个状态 其实今天的话今天这个量非常大但是这个量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今天四五四五日的一个到期日 但是如果今天即使没有四五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他日内的一个成交量的话 也是不小的 好吧这这这是技术上的一个判断然后从基本面的话正好前两天有小伙伴写邮件给我然后聊了一些stam的一些基本面 其实我主要想说这个这点我重复很多然后这今天我想再重复一下就是 其实stam这家公司 从营收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他是不应该上市的因为他的营收其实是非常非常小的 那么然后这一类公司的话他风险是非常大的 因为其实他最大的一个风险在哪其实最大的一个风险在管理层的一个执行力上 因为管理层的一个执行力的话完全可以完全是决定了他们的一个成长性会有多高 你想在他营收非常小的一个情况下 他要去复合增长他要去翻一倍翻两倍的一个营收增长其实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因为比如说你你营收的话从 五千万到一个亿的话其实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但是这个完全取决于管理层上所以我觉得这一公司的话风险大风险大是因为他现在 有非常多的一些不确定新营素在内的所以对于这类公司的话 我个人觉得 更多的其实是应该从管理层的一个角度去出发那怎么理解管理层呢 做一下背景调查然后去听一下他们的一个采访 我还是就听一下听完采访之后 你觉得他和你是不是合拍 你觉得这个管理层这个CEO的话是不是有这个能力这个CTO的话是不是有这个能力 你觉得如果有这个能力你可以放心把你这个钱 去给他们管去投资去投资这家公司的话那我觉得就没有问题 其他来说的话 基本面从基本面我说基本面比如说从一些 营收啊一些pipeline啊一些booking上面来说的话我觉得问题其实不是非常非常大 好吗 最后的话我请祝brian很久没有请brian出来 然后我就在他分享的这一条推的话我觉得他还挺有用的 因为其实是一个心态上的一个问题 然后他说 他说every great stock have a long period of underperformance patience patience isn't a nice to have it's a requirement 什么意思呢 他就说 很多基本上所有的一些非常好的一些公司或者非常好的一些股票的话都会经历一个非常长时间的一个跑并大盘的一种现象 所以耐心的话并不是可有可无的一样东西而耐心的话是一个必须要有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我其实我是非常非常认同的然后我把这稍微展开一点其实我觉得 不单单是在我们持股上面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要有这个耐心在我们选择要加仓的时候比如说要等一些加仓点位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也是也应该要有耐心大家其实可以 就关注我这频道时间比较久一些小伙伴应该知道我其实基本上非常非常少操作基本上我所有的操作的话我 基本上大多数的一些操作的话我都是在视频里面和大家分享除了那些 相当时候我个人觉得风险非常非常偏高的我 没有和大家分享之外其他 一些震股之类我基本上全是和大家分享但是大家可以发觉 我基本上每一个月的话操作就是一到两次 那么很多时候我要检测加仓或者建仓的时候他如果点位不到的话 或者他他没到这个点位就直接有反弹回去的话那错过就错过了因为 整个股市里面有非常多的标的供我们去选择没必要在一颗树上去调色所以我觉得 不单单在我们持股的时候我们要有这个耐心我觉得在我们选择加仓或者建仓的时候 也一定要给这个耐心下去 好吧那这期视频就到这边了如果大家还有问题的话可以在下面给我留言最后的话祝大家周末愉快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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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赘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 李宗盛